大家好,各位聽眾早晨,歡迎又到我們望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的4月2號,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珍碧瀉 你好,大家好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贊和分享 還沒按訂閱的按一下訂閱和旁邊的小鐘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們的二台正向播三台沙冷氣那裡 點贊、分享和訂閱 以壯大中立模式的密量和和平理性的聲音 望向正向沙冷氣 做齊三寶,被人圍攻都定過台遊,大大聲叫 來了,我一點都不拍,真是好 那到底什麼一回事呢? 最近發覺一個現象,我們說過好幾次 就是自從美國簽了台灣法案 美國說支持台灣進入世衛之後 所有的旺媒台媒更加不再說 現在連到外媒都來圍攻中國了 就是看到中國的疫情 就是現在不停地向外輸出這個物資 當然不是什麼要買的 大哥,我弄些物資回來 但是現在所有的媒體都在找中國的錯處 譬如說西班牙的媒體 他在抓了中國那些說 你不合規格口罩 那些物資 檢認症有問題 他在罵,趁機貶低中國 並且說我們出錢買你的 這些不是什麼 我們出錢買你的物資 你們不要捐助我們 大哥,人家很便宜的賣給你 你想怎樣 中國的外交部已經公商部 外交部現在就說 我要統一所有出口證 不准再各自為證 我們以前都是有的 這樣說吧 都是有網友問我要不要 我就說看一看 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我都需要一點 都謝謝一些網友 其實他都是送了一些給我的 多謝 多謝網友 他說你沒有出口證的話 你不准 可能每一個省都有自己出口證 內裡我不知道 總之說我現在統一出口證 我不會再濫發出口證給你們 我是指定有哪幾家公司 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就有幾家公司可以做 你們不要想著什麼 剛剛好 但是傳媒仍然是不停地發動攻勢的 而台灣我相信 也不停地用了他們的所有外交資源 和傳媒一起去做 就說台灣做得好過中國很多 他幫這個世界幫很多 是 蔡英文也這樣說 他說已經在幫這個世界 其實是做一個勢 他說自己成功 他說自己成功 你還不要我? 應該讓我進去吧 進去世衛 是 整個媒體他們都吹得好厲害 我看這幾天的新聞 應該給他們 應該給公平的待遇給他們 但是台灣是中國的部分 是 是 是 就是這樣的 發生了這樣的事 首先就是這個 中國駐這個法國的外交 中國駐法國外交部的大使 接受了法國媒體的訪問 他就說 他就寫一篇文章 就說我們的做事 有一個法國的病毒專家說 中國做得很好 於是法國的領事 中國駐法國領事館出了一篇文章 就說 這個人稱讚我們 說我們做得很好 很正常的 但是法國的傳媒就說 中國政府自吹自擂 是的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現在又 又開始屈中國 又買回這個野味 你知道最嚴重的是 天空電視台 就是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小台 都是叫做在他們那裡 有公權力的台 其實他就用了 就放了一些蝙蝠在那裡買 其實那裡結果被人查到 那個新聞和那張圖 就是2005年的 所以 所以 其實現在什麼都會老屈 就是老屈 還有 有些照片 就是印尼的 不是中國的 所以現在 他們沒有辦法 可能 控制這個19 不是那麼夠力的情況下 就只可以轉移目標 整一下 就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主要目標 他們是要 他們是 他們是 我最近看到一篇 就是有些人說 他自己是讀新聞學的 在這個紐約時報 那些寫的東西 就說 我們來到這裡 學新聞學 我認識到一班 不一定是紐約時報 總之是在西方學 一些傳媒學 做一個新聞工作者 是有這個立場的 是有這個主張的 所以整班人在一起 是要 宣揚這種立場 和主張的 所以變成立場的新聞 是嗎 是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的立場 就是 中國在上一年 不是 在前年 應該是2018年 2019年頭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他們那個 美國 不是 他們把世界記者協會 副主席踢走了 不讓他入香港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 現在全世界記者 擔心中國 其實是 一科政治操作 而且他們這班人 就說 對香港那幫黑暴同情 而且現在 台灣是用盡了 所有力量的 包括 先幾天 我看到有一個 德國的議員 就站出來 就說 喂 一定要公平地對台灣 然後布拉格的市長 就在他的 Facebook 在推特大聲罵 他說 中國 給捷克的東西 基本上 不是 基本上 不是 施與幫助 台灣才是 台灣在那裡吹 我自己每天可以做到一千萬個口罩 現在供應給全世界 送了一百萬個 或者二百萬個 給捷克 那個市長 哎呀 多謝你 其實打了龍通 大家明白 這些國際友人 這樣 做這些事情 這個市長 被譽為最英俊的市長 我不知道 黑水 他先看看資料 他說他英俊市長 基本上他們現在就專門 是 台灣是發動了他所有的力量 希望是襯衣 應該說台灣和美國和香港的黃人 已經聯合了 發動了所有的力量 是想做什麼 做大這件事 那個市長 我記得 因為我那天也看到一段新聞 他就說 台灣這些才叫玩難見真情 是 之後就說 台灣是真朋友 那批中國呢 只是要錢 其實最搞笑的是 中國只是要錢 喂 中國在各國上 其實都援助了很多非洲國家 相對於這些事情來講 這些都不算是什麼大錢 那我想 可能 像你所說 是一些廠商 或者是那些 未統一到 即廠商未統一到出口 所以 有些人就叫做灰色地帶 就打算賺一塊 但是那些根本不是中國的政府行為 只不過是代表某些無良的商人行為 當然了 他當然要魔化了 全部中國人都是這樣的 包括政府 就等於他們港幣遊行 那 我再重新一次 中國 這個 中國已經講到明了 說在 抗疫物資出口收緊 捐去歐盟 美國的認證 沒有中國註冊 不能夠再出口 現在很多企業都收到通知 你們的出口 許可證 全部取消 這是商務部所說的 商務部聯和海關總局 約監局 發出通告 沒有我們說的 你們不准私下出口 即是說西班牙的 捷克的 還有現在說有質量問題的 是有人私底下的奸商做這樣的事情 是 所以良修不齊 還有這位市長 以前的 都是比較過火 他說的東西都很天下 他說 我們就對了 總之 就拒絕中國和台灣友好就對了 他是支持台獨的 是 並且他不停抨擊捷克和中國友好的 基本上 你當他是屬於捷克的小數派 你大概會明白什麼一回事 這樣不是很帥仔 老實說 可能 沒事的 人都要包裝 等於這個唐八 應該說是 台媒這樣說 但是 在我們看來 都很一般 哥哥仔 我們在外國地方 在外國地方生活過 這傢伙都很媽媽 是 但是怎樣都好 現在基本上 台灣就說自己又捐一千個口罩 怎樣怎樣 甚至 萬 不是一千個 一千萬個 但是今天好像澳洲都發生了一件事 澳洲你們那邊的報紙賣 就說澳洲不讓人買抗疫物資 寄回中國 這樣就要坐牢 這樣說 是 甚至說捉住這個人 這個人跟中國的軍工企業有關 這樣就誘惑他 澳洲的物資 然後寄回來找我們笨 這樣說 那份報紙又是煤獨 沒有錯 沒有錯 很容易想的 是他的 但是 怎樣說呢 現在 這些信息很混亂 其實我看到這些新聞 是真的禁錄了 禁錄了 因為 早點時間 是不准運回中國 還是不准出口 都不准 即是不准出口 其實是 是 因為他很怕那些人 你知 代購那些 又大量寄回去 賺一筆錢 但是這裡 就怕被他們買空了 那些物資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當地人就很生氣 因為他又有一份報紙就拍了 就說 這間廠 為何自己把所有物資回去 有些人就很生氣 那 整件事情 整件事情 其實我是 因為不同的報紙和華人的 叫做華人的圈子 跟他們 跟西人報紙說得很大區別 所以 有些人叫珍必詩 你講一下這件事 其實我是 沒看過整個Big Picture 因為最近很忙 但是 一個事實出來 就是不准 出口任何 關於這次 19的 任何的物資 都不准出口 要坐牢 和罰款 這個就是我收到的事實 就是純粹不准你出口任何抗疫物資 但是那份報紙就是專門寫中國 是 其實 據我所知 我 認識很多意大利人都有記 哈哈哈哈 你知道 其實我們 墨爾本 其實就是很多意大利銳的地方 不是只有中國人的紀念老鄉 我想加拿大有很多意大利 和伊朗 還有越南 越南 我還不知道 當然不少 如果現在這樣看 其實 所有的傳媒 意圖貶低 中國在這一次19事件的功勞 因為他們基本上有個定調 就是要捧台灣對付中國 這個我不敢說是美國想做什麼 是美國的指揮棒 但是一定有份 因為美國簽了那個台灣法案 令到他們有希望可以這樣做 那 但是最活該死的 香港的媒體不用說 就是以老蕭系為首 老蕭系現在 他們是統一了戰線的了 就是老蕭流勢 他們統一了很久了 是的 這個我常常 但是 我這樣看 他們越是這樣的動作 證明了他們越是不行 你這樣看 就是我說 是的 尤其是 台灣很奇怪 我看到他們就是 連一些 藍營的媒體都是根基 這麼邪 即是怎樣 就是 都是覺得是時候 但是現在我覺得很亂的一件事 就是出了一個郭台銘之後 以前很典型的藍匯 就是我說東森 就是 為什麼變成這樣呢 就是怎麼搏去踩中國 踩到不得了 就是他們沒有什麼 他們是用這個 其實郭台銘究竟做了多少事 其實由這個 他出來選 到說他退選 整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可以 把台灣的藍營 搞到翻天覆地 就是以前傳統 因為他大金主 很明顯 因為 第一 藍營已經失去了所有組織力 我想他如果以歷史來看 我覺得他會須延30 甚至40年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什麼遭遇 要這樣做 其實會不會就是跟 跟香港的大財主一樣 就是怕呢 怕自己的特權沒有了 所以搞這麼多動作 這個是我想了很久 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不知道 可能他在美國的投資 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是 喂 或者是 兩邊夾死了 他只可以 現在可能他要 只可以選一邊 以前 李顯龍在去年說過一句說話 這樣搞下去 新加坡只能夠全部 現在他還有位子走 所以真是Alvan 說真的 現在那些 那些 右派上台 真的很煩 左派 有些人都會被人 踢光 但是 不會這麼明顯 說明 但是現在右派 整個世界 都是向右走 走了很久 其實路是向右走的 是中間偏右 多於中間偏左 但是現在是大轉右 尤其是當 在德加拿大頂得住 現在是德加拿大頂得住 德國都頂到這些 加拿大頂得住 是因為他必須要跟美國相反 這個是加拿大的國策 當然有些人說 加拿大抵死 加拿大愚蠢 死了膠 不是死了膠 你是一個加拿大人 你們經常說本土 你是本土的話 你就是以自己本地的最大利益為先 怎樣可以為國民拿到最大的利益 無論是國內和國外的政策 而不是你們這幫海外的人 一生情願 這樣看 不要大香港主義這樣看 加拿大是要跟美國走兩邊 如果不是加拿大 就會變成附屬國 就被美國抓到你肝 是不可以的 你們相信多元 不是相信一元 當然你們是相信一元 我是對的 你們全部都是錯的 你們全部都是死的 我多怕你說蕭若元 他以前那個 那東西真的叫一元 你記不記得嗎 說就是多元 做就是一元 以前社記的人都敢笑他 是嗎 我猜不到 我不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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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楊繼昌 他說 拒絕一元文化 其實就是諷刺他 因為 你記得 當時帶走那批人 但他現在 後來就是跟老蕭去賺錢 這傢伙現在都不知道去哪 他扮大統領 結果被人搏頭 被警察搏頭 大家 那個就是楊繼昌先生 他們是民進黨 香港 是呀 香港是民進黨 唉 好心找一份工作做 現在這個世界 很明顯就是因為 美國國內不得錢 所以就找了這個 蓬佩奧出來 搞一下你中國 讓你中國 不能夠駕那麼多位 而他用的就是用盡了 美國的軟實力 連結了所有的人 現在 香港也會有很多人 想著吃著這條水 國際連戰賺食 當然 我們會提到 有一個更加厲害的 嫖妓嫖到全世界都知道 不過現在時間夠了 我們可能今晚就會提一下 這位鄭先生所發生的事 心裡有花 心裡有花 就是 我們都是鄭先生 有人學他 剛才我們第一節 說那件事 那位仁兄 我們今晚會提一下他 究竟想做什麼 做個預告先 好 多謝大家 拜拜